这个保姆也太太太哇塞了吧 肤白 貌美 小蛮腰 还有一双大长腿 却颜值 撩得小帅心飘飘 满足所有男人的幻想 这天放学 小帅被学校恶把欺负 他一把将小帅推倒在地 就在这时 一个性感身影走了过来 小保姆满脸沉默 只见他趴在胖子耳边说了几句话 他被吓得屁滚妙流 随后还扎破了他的自行车台 几个熊孩子健壮 赶紧跑走 将他们赶走后 小保姆瞬间变成知心姐姐 面露微笑地走向小帅 蹲下来帮小帅拾起东西 看见小帅的手摔伤 还温柔地对着伤口吹起 好家伙 却谁顶得住 小保姆还开车送小帅回家 面对这样一个性感游污 谁能顶得住 何况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 赶紧放开小帅 让我来 这天小帅的的父母外出度假 家里就剩下他和小保姆 小帅意识到机会来了 两人不但一起唱歌跳舞 还要一起游荣系竹 玩累了还能一起躺着休息 小保姆立马化身知心大姐姐 两人从人生哲学聊到生物知识 随着聊得越来越深入 小帅的脸也越来越红 可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 小帅该上床睡觉了 为了让小帅有更好的睡眠 还主动给他倒了一杯二锅头 但小帅才没这么好甜 转眼就把水倒了 因为今晚他有个大计划 是时候成为一个真正男人了 深夜小帅偷偷从屋里爬了出来 打算偷偷摸进女神房间 竟发现小保姆叫来一帮狐朋狗友 在家里玩真心话大冒险 你绝对没见过尺度这么大的游戏 这局小保姆输了 朋友要他跟在场的所有人接我 他不但不害羞 反而十分主动 亲完一个又一个 连女的都没放过 小帅在楼上看的目瞪口呆 脸红耳赤 恨不得马上加入 可是当轮到眼镜男时 女神竟然掏出两把尖刀对准眼镜 笔直地扎了进去 眼镜疼得嗷嗷直叫 小帅看的目瞪口呆 不知所措 而这时旁边的男人拿起碗 开始收集血跤 一不注意 鲜血更是喷射而出 见了他一脸 随后小保姆又拿出一本古老法书 原来性感的小保姆 竟然是个邪教头子 他们正在举行一个神秘仪式 按照上面的指引 现在还差一管同志起 小帅已经下得魂动没了 你满 你直接念我身份证号不就行了吗 劳子把你当女神 你却要把我陷进 小帅吓得撒腿就跑 跑回房间拿起电话就打了110 可这时传来了脚步声 小帅急忙躲进被窝 装作已经睡着 果然下一秒小保姆就进来了 拿着一米长的大针管就扎进了手 为了活命 他只能强忍着疼痛 让他抽走自己的童子血 等他们离开后 小帅马上飞身起床 从窗口扔下床单 准备逃走 没想到小保姆已经站在他身后 而此时小帅的滴血糖发走 当场昏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小帅吓尿了 难道自己的小命不保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警笛声 吓坏了众人 而小帅趁机拼命喊救命 但鸡肉男不给他尽 上去一脚把小帅踢废 与此同时 佛伯乐破门而入 这群邪教徒不仅不投降 还开始反他 鸡肉男拿起铁棒 直接干掉一名佛伯乐 佛伯乐开枪击中了金发妹的龟胶声 这才保住了小命 小保姆趁机抹掉另一个佛伯乐的脖子 这场面把小帅吓尿了 趁着众人不注意 他急忙逃到楼上 小黑急忙追着小帅上楼 但一脚踩在遥控车上 从楼上掉了下去 当场领勇合饭 小帅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性感小保姆 竟然是个邪教头目 不仅杀掉自己的同伴 还要拿自己当祭品 小帅吓得跑回房间反锁房门 然后跳出窗子来到仓库 他找到一个打火机 还有一个窜天喉 然后躲进地下室 一个女教徒追了过来 他被老鼠夹夹住双手 小帅点燃窜天喉 然后爬出地下室 利用电钻封住出口 巨大的爆炸 小帅被炸飞几十米 女教徒当场没了 本以为终于能逃跑 但这时鸡肉男追了上来 小帅利用身材优势 把对方晃倒 接着一招撩鹰腿 痛打鸡肉男 然后他连忙爬上树屋 等待救援 可没想到鸡肉男阴魂不散 爬上来准备把他勒死 小帅以为再也看不了金了解说了 但怎么也没想到 木板太老了 木板断裂 两人一起摔了下去 绳子缠住鸡肉男的脖子 鸡肉男顺兼领了盒饭 这回小帅不跑了 他回到自己的家 却碰到了半条命的金发妹 就在金发妹想要解决小帅时 危急时刻 小宝母竟然救了他 小帅以为他良心发现 可没想到他完全是为了自保 小宝母打算把所有的事 都推给死去的教徒 再和小帅一起重新开始生活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谁会相信他的鬼话 趁小宝母注意 小帅拿起邪教书 直接点燃 小宝母健壮 心都要碎了 小帅趁他伤心时 跑到屋外 然后偷走邻居的车 一脚油门踩到 留准家的方向 冲进自己家里 直接送小宝母归西 但这么性感火辣的小宝母 换作是你的话 你会舍得杀掉吗 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